上年6月,我和我的朋友出发出阿联斗,因为我们有跳舞比赛。 我们的飞机场经常有一个Starbucks咖啡,所以我非常高兴了。 飞机太满了,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分享音乐和看很多的电影。 飞机的旅客又安静又很好,所以我觉得飞机很舒服。 我们一在阿联斗到了九处我们的九点,很多的我的朋友也在我们的九点,所以我们有吃晚饭又有很好玩。 那天是星期天,但是我们没有跳舞直到星期三,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。 星期一,我八点只有起床,因为我们想要游泳。 我们一整天在学吃,因为我们觉得很好玩。 除了玩,因为我们也想要棕荷色。 我觉得我们的九点太美丽了,因为我们的旁边是树林。 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游览,因为我们要亲眼看古老的树林。 最后,我们有跳舞比赛。 我很紧张,因为我觉得表演很害怕。 我觉得我全晚跳舞跳得好。 跳舞比赛以后,我觉得我的跳舞麻麻糊糊,所以我不高兴也不相信。 星期五,我和我的朋友报名看见一个博物园有。 我只有觉得不单,很苦,而且有意思,所以我买一个纪念品。 我买一件上衣,因为我觉得又舒服又可爱,因为上衣是无言流色的。 最近我们学要回家。 我很尝尽,因为我爱欧连多。 我和我的朋友第一拥抱,第二分别去飞机场。 我不要留下我的朋友,但是我知道我们都回家。 什么时候我在家到了? 我不可以去睡觉,因为我习惯很快地去睡觉,所以我想想欧连多。